女子不顾丈夫的劝阻 扔下丈夫孩子 跟男闺女外出自驾游 终于想起回家时 老公 娘家人都来了 离婚吧 在婚姻的长路上 有时我们会在所谓的 友情交往中 忽视了最亲近的另一半 为所谓的男闺女 而做出牺牲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应该秉持着 相互尊重 理解和关爱的原则 保持夫妻间的沟通和亲密 忽视丈夫 将重心放在所谓的男闺女身上 不仅伤害了婚姻的基石 也可能产生无法挽回的裂痕 宋雅 我们离婚吧 宋雅有些惊讶地看了周飞 她是怎么也想得到 丈夫周飞 竟会是主动提出离婚的那一方 宋雅扭头开向父母 本以为他们能够 当自己说几句求情的话 但谁知宋父宋母一眼都没有看她 只是被杠无奈地踏口气道 离婚吧 看着父母都不肯帮自己 宋雅彻底绝望地蹲坐在了原地 她要是早知道事情能到这个地步 当初她就不甘任性地抛下丈夫和孩子 等男闺蜜李明外出旅游 宋雅没想到自己的婚姻 会在第四年就出现了危机 原因是 自己的男闺蜜李明回来了 宋雅和丈夫周飞 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周飞内敛沉稳 做事谨慎细心 是个可靠的男人 但宋雅就不同了 她就是天生的湖泊开朗 做事也是大大力烈的 等男养的天生不对盘的人 却意外因为双方的父母 走到了一起 周飞的爸爸和宋雅的爸爸是同事 两人是交情非常深的好友 所以在两个孩子 都到了谈婚嫩嫁的年纪 两人便私下为孩子们安排了一场相亲 宋雅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些缺陷 并不适合生儿育女 但是宋妇和宋母却一直并不在意 他们一直在等宋雅强调 没有婚姻和孩子的女人 是不完整的 你们要是在比拙相亲 我现在立刻就回去上班了 宋雅当初选择北漂 就是为了逃离家庭 这次也是宋妇宋母求得她回来的 可一到家 她就被宋妇安排了一场相亲 你要是不去 就别想离开这里 手机和车钥匙 我们就先替你保管着 你什么时候相亲回来了 我们再商量皇帝你 宋母也是拍着桌子警告宋雅 今天这场相亲她 是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眼看着两人已经争执了 将近三个小时 依旧谁也不愿意退让一步 宋雅最先投降 她答应了宋母自己会去 宋母的脸上 这才恢复了笑容 美滋滋地将地址告诉了她 随后叮嘱宋雅打扮得漂亮一些后 便离开了 而这回的相亲对象 恰巧就是周飞 得来两个家庭就是知灯知底的 双方父母都是看得彼此长大的 因此 宋雅父母对周飞这个姑也很是满意 而周飞的父母 对宋雅这个儿媳 也是喜欢得不得了 于是 这次相亲过后 宋雅和周飞迫于父母的压力 只能答应先相处地看看 在相处的期间 周飞和宋雅 也是逐渐碰撞出了虎花 尽管他们 没有像其他情侣一般腻挽 但是他们至少都不讨厌对方 因此 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 两人相处了没多久 便匆匆地结婚 成为了正式的夫妻 本来周飞沉稳的性格 让她很少注意身边的女生 因此 她自然也没有什么西宜的女生 在当宋雅谈恋爱后 她便将宋雅 当作了自己的妻子一样对待 给她无微不至地陪伴和照顾 但宋雅的性格较为活泼 她有着不少玩得来的朋友 像是周飞这种木头性格的朋友 她还是真的第一次相处 尽管两人的婚姻 是奉了父母之命 但是他们对彼此 也是真心实意地付出了感情 所以 两人的婚后生活 还算是和谐 在结婚不到一年的时候 宋雅便怀有了身孕 十月怀胎后 为周飞生下了一个儿子 孩子的到来 可让双方的父母都乐坏了 尤其是宋雅的公公婆婆 直到宋雅生了一个胖儿子后 他们直接就给宋雅和孩子 包了一个大的红包 之后坐月子期间 宋雅也不用太操心 孩子一直由公公婆婆在带 乌尔她的父母 也会帮忙照看一下 对于孩子家里人 都是稀罕得不得了 也正是因此 在孩子断奶后没多久 宋雅便恢复了工作 转眼间三年过去了 孩子也已经到了 该上幼儿人的年纪 因为宋雅和周飞 平日里工作忙的人因 所以孩子经常被送到外婆 或者奶奶家居住 没有孩子的打扰 宋雅觉得生活轻松自在了许多 可时间久了 她便觉得这样按部就班的日子 有些无聊 宋雅年轻的时候 晚上十点前 从来没有回过家 此时她不是登闺蜜在 KT咪唱歌 就是登酒友在酒吧喝酒 顺便再调戏几个帅哥 活得潇洒自如 可自从结婚后 她便再也没有潇洒放肆过了 之前那些闺蜜和酒友 也都失去了联系 不过她还有一个 很要好的男闺蜜 两人之间断断续续还联系着 而这些男闺蜜正是李明 宋雅和李明是大学的同学 因为兴趣一致 所以两人一直乱在一起 宇明也经常带着宋雅去酒吧玩 每到宋雅生日的时候 宇明更是会去 TTV包间给她庆祝 古尔因为两人走得亲近 周围人都误以为他们是情侣 后来宋雅的父母也是害怕李明会带坏宋雅 便不再让宋雅的那往来了 大学毕业后 宋雅到了一线城市 挣脱了父母的控制 而李明则选择留在了学校所在的城市 尽管两人之间的生活圈 不再有任何的交集 但是平日私下里 宋雅依旧喜欢跟李明打电话聊天 分享彼此的生活 如今宋雅想到李明时 眼上还是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 周飞偶尔也会询问她 是不是想到什么趣事 但是宋雅都会敷衍地解释自己 只是瞎想 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事情 然而不知道 是不是朋友间的心友灵犀 在宋雅想念李明不到两天的时间 李明便主动地宋雅打来了电话 哎呀 我来C市了 我可真的太想念你了 来些我告诉你啊 我这会跟公司那边申请在这边工作了 以后咱们就可以常来往了 宋雅听到李明要来自己的城市后 也很是激动 在电话里表示 那太好了 咱们倒是见得面 我一定给你安排一场接风宴 因此在电话里 宋雅和李明都约定好了时间 因为平日里两人都是喜欢热闹的人 因此宋雅就找了一家酒吧 替李明接风洗尘 当晚两人多喝到很晚才回家 周飞看到宋雅喝了这么多的酒 连遇电话都没有 让她独自一人在家担心了很久 就很生气 周飞抑制着内心的怒火 悬嫩的宋雅 一袋麻去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家 而且还喝了这么多酒 此时醉酒中的宋雅连话都说不清楚 周飞从她嘟嘟囔囔的声中 仅仅听到了一句 名字回来了 我开心啊 我们不醉不贵 起初周飞并不知道李明这人 她以为是宋雅玩得要好的同事 因此她也没有过多的在意 只是提醒了宋雅 以后别喝这么多酒了 出去玩要给我打个电话报声平安 我也好过来接你 周飞本以为宋雅会听进去 谁知当她说完在看向宋雅时 对方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于是周飞只能摇头叹息一声 随后起身将人抱回了卧室 并帮忙收拾了一番 自从这件事之后 周飞就发现宋雅经常出去 而且还是早出晚归的 每晚都是 要到十点以后才会回家 起初周飞以为宋雅是在公司加班 或者跟她同事在一起玩闹 从来没有想过宋雅 会跟男生私混在一起 直到有一回 她意外撞见了宋雅和李明 在来逛街书校的场面 她才知道宋雅原来还有一位男闺蜜 看着宋雅和李明越发频繁地约会 周飞的内心多少有些不爽 再加上最近宋雅以为要跟李明约会 对家里的事情也越发地不在意 周飞对她是越发地失望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结婚生子 有着自己的家庭 你现在整天跟着其他男人在来逛街游玩 不嫌丢人吗 你也不怕周围邻居说闲话 周飞多少还是想提醒宋雅 收敛一下自己的行为 但是宋雅一听就火了 她直接吼道 我咋了 我跟李明就是正常的闺逆关系 她好不容易回来了 我跟她多玩几天怎么了 你咋这么小气呢 周飞也是在气头上 因此两人因此又大吵一架 最终宋雅觉得说烦了 就直接离家出走了 一人几天都不肯回家 后来还是周飞把孩子抱回来了 这才让宋雅放下了面子 原谅了周飞 回到家后 宋雅抱的孩子是又亲又搂的 毕竟好几天没有见到孩子了 宋雅也是想念得很 周飞本以为两人的关系 会因为孩子得到缓解 但此时宋雅机又给她泼了一头冷水 跟你说过是 我跟公司请了五天的假 准备和李明去西藏自驾游一段时间 这是我们之前约店好的 我不能识约 你有家有孩子的 还要跟别的男人外出游玩 而且一去还是五天 孩子怎么办 不管了 你心里还有这家吗 周飞有些着急地责备着宋雅的决定 毕竟两人已经结婚多年了 孩子也已经长大了 现在宋雅不顾这个家跟得难归腻外出游玩 她心里多少有些接受不了 宋雅听得周飞的抱怨 瞬间便觉得有些烦躁 于是便说 你不能总是这样限制着我 出去玩几天又不是不回来了 我怎么就又不顾家不顾孩子了 我是结婚了 但我不是在坐牢 我还不能出去玩了 周七也不想跟她进行过多的理论 因此深呼吸了一次后 她跟宋雅说 你要是跟她去就别回来了 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 好好上班 宋雅听到她说这话 瞬间也怒了 直接回到卧室收拾了行李 随后留下一句 我现在就走 接着她就摔门离开了 往后的一段时间里 宋雅跟着李明开车自驾游去了西藏 一远好几天都没有回家 等到五天后 她总算是想起要回家后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刚一进门 竟要面对众人的审判 这趟西藏的之旅 宋雅玩得很是开心 因此星期愉悦的她 便顺手给周飞和孩子都买了礼物 想能回到家后 还是要哄家周飞 可她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回到家后 迎接她的 竟是全家人的轮番左辈 见到宋雅回来后 周飞凭劲而坚定地看着她说道 宋雅 我们离婚吧 离婚协议我已经和你父母商量好了 你只要在协议上签的字就行 宋雅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周飞 随后慌忙说道 你开什么玩笑 我不过就是跟李明旅行一趟 你就要跟我离婚 不仅仅是这次的旅行 我觉得你从一开始 就不适合结婚生子 宋雅有些无助的妄想 宋夫宋母 希望她们能帮自己说几句好话 但是宋夫宋母 却都低着头不肯帮她 此时宋雅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无助 此时一旁的公婆也看不下去了 婆婆更是在一旁哀声叹气 说自家周飞造了什么孽 要被宋雅这么忽视 宋雅听不下去了 急切地说道 就是因为一场旅行 你就要和我离婚 从此一刀两断吗 周飞则是冷静地说 不是仅仅因为这场旅行 还有关于你的为人 宋雅有些不明白 她希望宋夫宋母 能够说些什么 但是她们也同样 有些失望地看着她 两久 宋母红着眼睛说道 阿雅 你也该为你自己的决定负责 当初周飞不是给过你选择的机会 既然你只考虑到了自己 没有考虑过周飞的感受 那么你就要为自己做出的选择负责 宋雅知道自己这回的任性 真的闯出了大火 因此她哽咽着说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可以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吗 毕竟咱们还有一个儿子要抚养 宋夫此时也不再保持沉默 她深深叹了一口气道 正是因为你们之间有儿子 所以才不能及时在一起 为了孩子的将来 你们就趁早断干净联系吧 宋雅还是不能理解 仅仅是因为自己的一次任性 就要夺走她的幸福 这多少有些过分了 但是周飞却不为之所动 她缓缓起身 将手里的离婚协议递给了宋雅 随后说道 宋雅 这是你怨不得别人 当初从你往回家开始 我就有提醒过 你要保持分寸 但是你竟不愿做出改变 那么我只有坚持我的底线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 宋雅被周飞的话给说红了脸 她衬抖着手在习义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至此 她和周飞的婚姻画上句号 看了周飞一家人离胎的背影 以及宋父宋母摇头叹息的模样 宋雅终究后悔了 当初自己抛下丈夫和孩子 跟着李明去西藏的决定 幸福并非遥不可及 它常常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中 生活的变化无常 但我们要怀抱信念 坚信幸福尽在咫尺 当我们用心感受 用心经营 便能发现那份属于自己的美好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最温暖的所在莫过一家 家并非只是一个物理空间 更是情感凝聚的地方 它是我们心灵的港湾 需要我们用爱去呵护 去守护 因此 让我们怀抱感恩之心 珍惜家庭的温馨 用爱去守护这份珍贵的幸福 相信在家的温暖中 我们能获得最真挚的情感交流 从而体验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